熊貓的縫紉機 嗨 大家好 為大家介紹一款熊貓的縫紉機 讓大家看一下 芳華的 他是中國的縫紉機大廠 然後呢 他推出的新的一款 家用的 這算是簡易型的啦 因為他就是只是縫 他沒有其他很多特別的功能 就是很單純的 簡易的家用型的那個 縫紉機 熊貓的造型 這是一個最新款 開箱之後呢 我們把配件拿出來 這是一個說明書 接下來就是 把機器拖出來 側的拖出來 這上面會有一個 踏板 這是一個 變壓器 這是 一些小配件 然後把這個 主機 拿出來 那剛收到機器的時候呢 怎麼測試機器 是不是正常 其實 很簡單 原廠他出廠的時候 其實線 他都已經有 有穿 有穿好 線都有穿好 所以 所以其實 我們現在細部講解一下上面的功能 這個是線 線 穿的時候 我先講一下穿線的步驟 穿線的步驟就是說 線從這邊 穿過這裡 然後再跑過 跑過上面這個夾的地方 線跑過這個夾的地方 然後呢 再穿過這裡 然後再上去這個線桿 線桿之後呢下來 跑哪裡 跑這裡 跑這裡 這裡有一個圈圈 這個圈圈再跑到這邊 針的側面的這邊有個圈圈 之後 再到線的底下 然後有一個重點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台機器的縮心在這個方向 所以呢 它的針 的孔是左右向的 不是前後向的 裝針的時候不要裝錯 左右向的 那線穿的話 也是由縮心往縮心的 另外一邊穿 從這邊穿過去 然後呢 細部功能呢 這個部分呢 這裡是接踏板 這接踏板 腳踏板的插座 這裡是接電源 這裡呢 是一個手動開關 按下去的時候 它機器就會跑 按一下就會停 彈唱還是停 壓下去就是開 然後這邊呢 壓下去是慢 機器會 車的比較慢 壓上來是 機器會車的比較快 它是一個手動的 當你接上踏板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壓踏板 那壓踏板 當你這邊切慢的時候 踏板壓下去它就是慢 然後當你切快的時候 踏板壓下去就是快 也就是說 機器它有兩段的速度 兩段的速度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來 後面就是一個 壓腳桿 壓腳桿 往上抬的話 壓腳就會 就會抬上來 抬上來之後呢 這個原廠車的 這一段 這一段是原廠車的 那你如果 譬如說像你用縫紋機的話 你要拉線的話 像你會發現這樣往外拉 拉到這裡 拉不動了 怎麼辦 很簡單 把這個往上旋 往前端旋 它會抬上去 抬上去的話 它會帶動那個 它會帶動線過來 然後再 再彈回去 再往外拉 再往外拉 這個桿子 把它捲上去 然後再放下來 線就可以往外拉了 這個其實一般做縫紋的 應該都熟啦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等一下 把它 拿個紙 來對機器做測試 把線先剪掉 把線先剪掉 然後呢 底線 這邊有一個底線 這底線 上面的一個是面線 底下是底線 那我們 你可以先做一個測試 就是說 底線會不會上 先可以把縮心 取出 這個縮心 取出 取出之後呢 要把這個線 留在外面 留在外面 怎麼測試線會不會上呢 這一個有方向性 往這邊 它有一個箭頭往這邊旋 當我們這邊往這邊旋的時候 你要注意這線 不要讓它縮回去 它往下插 然後 這邊請注意喔 這邊會有一個 線 這勾過來 看到嗎 它這邊有一個線 會往這邊跑 那它跑過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底線 帶上去 這個底線 讓它線縮進去 線留不夠長 那我們再帶一次 這條線最好是留長一點 留長一點 它會 拉出來一點 再跑一次 那一樣往前旋 這針就下去了 針下去的時候呢 縮心盤會轉一圈 轉一圈的時候呢 它會把這條線 上面的面線帶過來 帶過來之後呢 會勾著這個底線 然後再上去 所以呢 你這個其實往上拉 你就知道 這個底線就是 這個底線是會上來的 看到嗎 這個帶上來的 這一條就是底線 那這個表示說 這台機器可以正常縫韌 可以上線 這個很簡單測試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做實際測試 因為基本上原廠都已經測試 試縫過了 那我們就是再做 我們用兩張紙 對整 當然你可以先試手動 來 我們這一次 就過來 後面的壓角放下來之後呢 你可以先試手動的 就用手這樣轉 多轉個幾圈 這邊 好 上來之後呢 上來之後 針 好 針 好 上來之後呢 壓角抬起來 往外拉 這樣子 這是手動的 手動的部分 面 底 都正常 那一樣 先給它留長一點 這個方向不好轉 接下來我們要試 接腳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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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電源接上 把電源接上 我剛剛少說了一點 這台機器也可以裝電池 在這裡 如果你不接電源的話 這邊可以裝電池 裝4顆電池 剛好是6伏特 所以 所以 這個電源不要亂接 不要去接到一些12伏特的 接下去會燒掉 接上去 然後呢 腳踏板 直接接上去 然後我們的速度呢 我們先把它按下去 設定是慢 慢車的 一樣用 剛剛手動 這是剛剛手動 我們今天用 後面放下去 然後我們用腳踏板 這是慢速車的部分 車完之後呢 一樣 腳踏板拉上來 往往外 大家看一下 這裡 這邊 面 它都是有縫的 這是有縫起來的 請看 這是有縫起來的 縫起來的 那 可以再跑一次 那個 速度快的 好 好 這一次我們 適縫一下 跑快的 跑快的 那記得這線 可以的話 留長一點 因為避免它 不夠長 機在跑的時候 那個線一縮回去 然後就 線脫落 過了 好 我們把它速度切快 好 我們車 這個不能拉 這個不能拉 不能拉 如果 如果你在車的時候發現說有這種情況 那很簡單 先把這個線剪掉就好 正面線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那車的時候 你可以隨意的 轉來轉去也可以 那請注意這台機器 它並沒有倒車的功能 要注意 它沒有倒車的功能 所以你鎖邊的時候呢 你就可能是說 好比說布 你可能就是要轉一下 來回車 就是這個方向 車到這裡 轉過去 再側過去 然後轉過來再側過來 因為這台機器 它本身沒有設計 倒車的功能 它只是一個簡易型 然後這個是車碗的部分 一樣 桿子 往下壓 先往外拉 然後桿子往上拉 好 先拉鬆了 再往下壓 先拉出來 好 好 那縫燈過程中 都會有一些 這些虛線 你看看下 我們剛剛車了一個圓 車了一個圓 這邊有一個圓 然後呢 這個都是有車的 這個都是有車的 有黏住的喔 有黏住的 這個是 有車的 好 那機器其實 機器基本上在出貨的時候 我們都會附上 一塊布 這個原廠車的 原廠通常它會這樣子 測完之後呢 它就會 它就會留在 留在這姿勢上面 它會留在這姿勢上面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 測試完之後呢 出貨 那其實 家裡面有一些簡單的縫補的話 用這款縫紋機 還算不錯啦 就是說 好比說我衣服有 稍微小破 或是怎麼樣 用針啊 在那邊縫 比較麻煩的話 可以用這種簡易的 但是它不是工業型的 它只是說 適合簡單使用 個人就家用了 那它 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標準版 像現在這一次 你看到的就是標準版 另外 另外有一款 就是說它有一個 擴展台的銅魂板 它會有一個 這樣子 一個台子 大概這麼寬 就可以頂上去 那我們手 布啊 就可以放在這個台子上 那是有 擴展台的款 就是兩個款 那 這個 測試 我們就接到到這裡 機器測試接到這裡 那 那感覺這個機器 是很不錯的 而且 方法的質量 它的品質其實是很穩定 非常推薦給大家 好 謝謝大家 拜拜